据俄罗斯新闻网报道,俄罗斯正在研制下一代代人航天飞船联邦号运载火箭,以替代正在采用的联盟号,此项工作由俄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理论和应用力学研究所,与俄罗斯航天企业动力集团联合进行,理论和应用力学研究所负责联邦号的软件系统,并研发宇航员的返回和救生系统。 科研人员进行了空气动力学核算工作,确定出效体的热流分布情况,据此设计隔热层的最佳结构和形态,将选用非常轻的隔热材料,大大降低航天气的发射成本,现正在进行联邦号返回地面的实验室模型模拟实验,以确定返回舱的流线外形。 按照计划,所研发的联邦号可一次运载6名宇航员,其飞行试验将于2022年开始。 新型航天飞船将用于国际空间站宇航员的轮替,并可用于未来月球航天开发计划的实施。 相比联盟飞船,联邦号能独立飞行30天,停靠空间站一年。 轨道飞行配置为14.4吨,执行月球任务的飞船为19吨,返回舱重9吨,采用可替换的隔热层,内部的载人舱体可重复使用。 轨道